BTS成员Suga因涉嫌酒后驾驶电动机车 引起一片批评声浪 形象大受打击 日前她首度现身警局接受调查 之后再次上传道歉文 承认自己分下大错 但依旧没平息大众怒火 甚至还有人要求她退团 而亲自电视台TVN开第一枪 在最新综艺节目预告中 将BTS的团体照中 Suga的脸打上了马赛克 瞬间引起网友大赞留言 引起争议的艺人就应该遮住退团吧 不要再给团体带来伤害了 不过节目正式播出时 Suga脸上的马赛克却消失了 且官方还将预告影片设为私人影片 电视台系列操作 让我们都感到一头雾水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